台湾卢曼肉质鲜美是很多人冬天爱拿来补气的食材 港鸡主厨许文光用粤菜料理手法加入台湾食材元素 例如红糟、黑蒜等等 做成了一道道的卢曼混血全餐 这Q弹的鱼肉闪烁出像是宝石般的油亮 让人看了食指打动 大火快炒新鲜卢曼齿焦香立刻散发开来 这个炸它比较香脆 另一边将鲁鱼裹上太白粉锁住肉汁 完成后高温油炸 下锅前得要掌控油温 炸到最金黄时立刻起锅 拌入台湾红糟酱 小火收干后 尽量如同红饱石的红糟炉曼就可以上桌了 它肉很Q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还可以感觉到它那个皮上面的胶脂 这桌卢曼大餐全来自主厨许文光 入行37年在早期香港是当学徒熬过来的 这桌卢曼大餐全来自主厨许文光 四年学艺创造出台港的混血美食 东森财经新闻代词汇余余佳豪 OK,我倒